我们这个礼拜的读经到列王记下 今天网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列王记下的第四章 列王记下的第四章里面记载一个妇女 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但是有记载她住在哪里 她住的地方叫做苏念 所以一般人把它称作苏念的妇人 那差不多用整章的圣经在描写这一个妇人 所以她是一个蒙神所纪念的妇人 所以她是一个人 who was remembered by God 我们现在看真言十九章 真言十九章 十四节 真言十九章的十四节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子是神所示的 如果父母经济非常地好 那她的孩子自然就承受很多的产业 所以物质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父母说 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的 就是贤惠的妻子 那贤惠的妻子从哪里来 是神所示的 所以有时候虽然父母没有给我们什么 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这个就是得到很大的恩典 那这个恩典一生受了不尽 那我们再来看真言的三十一章 真言三十一章的十节 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真主 在讲财德 那叫virtue 就是有很多的美德 这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所以说她的价值远胜过真主 也就是财德的妇人带给一个家庭的好处 是超过金银财表带给家庭的好处 那十一节 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 不缺乏利益 所以因为有这个妇人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就不缺乏利益 所以一个好的太太确实是家庭里面非常重要 十二节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所以有一个先生有一个财德的妇人 一生都得到好处 那这几节圣经节 就让我们来思考 第四章这个书念的妇人 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八节 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妇的妇人 强留她吃饭 时候以利沙没从那里经过 就进去吃饭 第九节 这个妇人对章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 这个第八章在讲书念有一个大妇的妇人 就是她很有钱 然后她就 以利沙先知从那里经过 她就请她吃饭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妇人 她很会尊重人 她会尊重尤利沙 因为尤利沙是神人 是先知 圣经说 接待先知要得先知的赏事 所以我们看 到了第十四节以后 这个先知应许她有一个儿子 我们看这个妇人的第一个优点 她就是懂得尊重人 她对以利沙第一个尊重 是尊重她的身份 因为刚刚以利沙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她并不认识以利沙这个人 只是知道她是一个仙子 我们圣经里面也看过 当时大卫对少罗的尊重 虽然 少罗要追杀大卫 那我们从圣经的描写 少罗心中充满着嫉妒 那嫉妒啊 他就好像火在心中燃烧 所以少罗平静不下来 他就是要杀大卫 但是大卫这个人 他的优点就是 虽然少罗没有什么品德 但是他尊重他的身份 这个也是让他蒙神祝福的原因 所以今天不管一个人 是什么样的品德 他受醒以后 他就是神的儿子 这个身份是很尊贵的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尊重人 那特别神所用的功能 我们懂得尊重他 那这是一种美德 这个苏联妇人 她对伊丽莎的尊重 进到另外一个层面 她期间只是留她吃饭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节 我们可以为她在楼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放床到桌子椅子灯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那为什么这个妇人会这样做 因为她说我们看出那从我们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 所以这个妇人对伊丽莎的尊重 第二个是尊重她的人格 她这个人很圣洁 所以她进一步地说 好,我预备一个房间 你可以到我家来住 预备一个床,一个桌子 这是促念妇人的优点 她会尊重人的身份 尊重人的人格 我们在这个传递生活里面 如果懂得互相的尊重 我们的传递生活就会很合理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个美德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章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第九节 这里说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 如果我们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二十三节 伊丽莎从那里上伯特里去 正上去的时候 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 细笑她说 突兜的上去吧 突兜的上去吧 我们看伊丽莎同一个人 两个人,两个人在看同一个人 结果她的评论不一样 这里说这些童子看伊丽莎 她只看到她的外表 她这个外表不吸引了 因为她突兜 突兜这个当然是不吸引了 所以她就戏笑她 但是这个苏联的妇人 当然她也看到了伊丽莎 突兜 但是她看出的童子所没有看到的 但是她看出的童子所没有看到的 她看到伊丽莎的内心是圣洁的 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妇人真的是有美的 她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真的有时候我们在看人都是看负面的 那因为负面看得多了 变成一种习惯 所以常常对人会产生一种偏见 但是我们如果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也会得到很大的造就 所以怎么看一个人能够看到他的优点 这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夫妻之间在相处 有时候我们一直提到配偶的缺点 配偶 自己的配偶的缺点 不错 我们的配偶应该是有缺点 因为人不是完全的 但是到过来我们配偶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优点 我们就不会很珍惜我们自己的配偶 或者我们自己的家人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出我们自己家人 自己没有的优点 那常常对他的优点表示我们的欣赏感谢 那这个家庭中的人际关系 或者夫妻之间配偶的关系 会更甜美 会更合纹 那要看一个人的优点 有时候跟价值观就有关系 因为这个整个世界的潮流 有些人都是在看外表 就是看我们有什么 而不是在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的人很注重外在的包装 希望包装的让人看出来有价值 得到别人的肯定 其实这个是很外表很虚伏 这对一个幸福的家庭是没有帮助的 那真的会帮助我们家庭幸福的 是我们内在的美 这是我们正要追求的 所以苏联的妇人她的优点 就是她懂得欣赏提利莎的人格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妇人 还有好几个优点 12节 伊丽莎吩咐仆人基哈西说 你叫这个书念的妇人来 她就把妇人叫了来 站在伊丽莎面前 13节 伊丽莎吩咐仆人说 对她说 你既然为我废了这个许多的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或像王或像元帅有所求没有 她回答说 我在本城横居无事已久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施比寿更有福 当然这个苏联妇人为她接待伊丽莎 也是相当的辛苦 但是这个辛苦给她得到更大的福气 所以伊丽莎就问她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你像王或像元帅有没有什么所求的 但是我们看她的回答很简单 我太本相安居无事 她已经对她的生活很满足了 这样是不简单的 能够在生活当中很满足 没有什么欲望 这个是不简单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生活 其实什么都有 但是一到感恩节 很多人都在计划要买什么东西 有很多的欲望 所以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 对生活很满足 没有什么欲望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 那其实这个妇人她并不是没有问题 我们看十四节 伊丽莎对夫人说 究竟当为她做什么 基哈斯说 她没有儿子 她的丈夫也好了 其实她有个问题 她没有儿子 但是她也没有求 因为这么久来 她已经把她接受做事实了 这大概就是神对有一生的命运 但是伊丽莎被神感动就告诉她 十六节 明年到这个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所以她说神恩活主啊 不要这样的欺瞞彼 所以她的爱心到最后代替她 她一生从来没有想过的 会发生的 就是生了一个儿子 好像亚伯拉罕 本来要把她儿子献上去 他不但没有死掉儿子 他看到一种羔羊 那这个羔羊当现金的羔羊 而且她又得到神天上地上的处理 所以特别我们就为着神的原因来行善 这个善行一定会带给我们很丰富的神 带给我们的福气 所以这个妇人我们看她 对生活的满足 这个也是很难得 我们先来看六王记下的第四章 第四章 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一节 夫人抱去交给他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盖上 到了中午就死了 从十九节开始 她这个独生儿子头痛 然后就把他抱给他的母亲 到最后到中午她就死了 我们常常知道一个家庭 如果有一个人不正常 全家都不正常 这个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一个人的身体 只要有一个地方不正常 全身都不正常 但是我们看这个家庭 她的孩子死了 她的孩子死了 但是 这个苏联的妇人 在处理这件事情相当的安静 平静安安 这个是很难得 因为这个环境 可能本来会造成家庭 一团二糟糟糟 但是我们看这个苏联妇人 她做得有条有理 这个家庭 虽然一个孩子死在床上 但是外表看不出来很平静 我们看二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一节 她的母亲抱上她上楼 将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起门出来 二十二节 父教导书说 你叫一个妇人给我牵一批鱼奶 我快快地去见神人 就回来 二十三节 他们说 今日不是约束 不是安息人 你为了要去见她的妇人 说平安不是 我们仔细看到 孩子已经死了 她的先人问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她竟然回答是平安不是 所以这个妇人心中很平静 那这个心中的平静从哪里来 如果我们继续看 就知道从神来的 然后二十四节 背上鱼奶就比如说 你快快地赶着走 我若吩咐你 你就不要止眼 二十五节 妇人就往嘉义山去见神了 她特别讲 你要快快赶快走 我们要吩咐你就不要慢下 可见说 即使她心中也很希望 她的孩子赶快得到痊愈 但是她知道了 这个孩子死了 她丈夫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她就跟她丈夫讲 平安不是 就是把这个担着自己担着 让丈夫也不必忧虑 因为她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条路 就是找神人 所以她后来就去找到伊莎 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妇人的可贵 有一点最美的装饰 就是安静 最美的装饰就是安静 你看彼得后书 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 第一章 你们做妻子得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从信同道理的丈夫 她虽然不听道 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平静被感化过来 这里讲有的丈夫不听道 这里讲她都不听 但是还是有可能来信耶稣 这里说 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那到底是什么品性 第二点 看见你们了 真洁的品性跟敬畏的心 好 达到第三章 不要以外面变法戴金士穿美衣为装饰 第四节 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有极其宝贵的第五节 因为古时仰待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个第三节、第四节是一种比较 就是外在的美跟内在的美 那存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这个是内在的美 这在神面前极其宝贵的 所以一个家庭如果当太太的心中很安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是平静的 但是如果这个太太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有时候整个家庭的鸡飞狗跳 因此一个幸福的家庭最重要的 不是外在的装饰 外在里边装饰是给人看的 对感动的人带给家庭的幸福 是里面的装饰 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那在第五节特别说 说古代圣母节的妇人 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心中安静有一个表现就是 他对自己的先生会顺服 因为心中安静也代表他的谦卑跟温柔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心中会安静 如果我们看这个书内妇人这个例子 就是他对神很有信心 他知道小孩子死了 如果神愿意 神能够让到我 所以他把整个问题带来找神 那有这样的信心就能够安静下来 所以以赛亚是说得救再乎归回 我们要求我们的问题要得到拯救 比如说要归回向神 那得理在乎平静安危 我们要面对我们的问题要先安静下来 那安静下来就是对神有信心 我们就能够安静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 三十三 因为神不是教人混乱乃是教人安静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 如果说他受的灵 不是神的灵 很容易判断 他安静不下来 所以被其他的灵干了的 我们都跟他讲 你要安静下来 你暂时不要祷告 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这个圣灵就是一种叫人安静的 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很安静的 所以主耶稣不增淨也不宣扎 所以主耶稣不增淨 他都不能跟人闹也不宣扎 那街道里人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其实他遇到的困难很多 其实他遇到的困难很多 为什么他能够安静 为什么他能够安静 每天一大早就祷告 神的灵充满他 他就安静下来 所以神不是叫人混乱 一个教会如果被圣灵充满 这个教会是很安静的 所以如果一个圣灵充满 这个圣灵充满他 这会是一个 peaceful church 不会混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再来看看真言的第一章 真言的第一章 33节 唯有天从我的心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这个听着我,我是什么 我就是前面几节这样讲的 就是讲智慧的言语 所以在32节说 愚昧人被毕上己身 但是唯有听从智慧的训悔 他必能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所以安静从哪里来 从智慧来 我们对事情看得很清楚 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神在引导神在带来 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安静下来 所以苏念的妇人 她有很多优点 她懂得尊重人 她欣赏人的优点 她欣赏人的优点 她的欲望很少 她的心中安静 这是值得我们来笑话的 这是我们来证据 我们来证据 225首 225 325 6 vill 425 325 7 Number 1 4 4